你好,各位好 相信你們剛才也看了我那段片 和Lewick那段片 但其實聽我們BBA裏面的老師說 可能會有點悶 所以當然那些是很重要的資訊 不過其實 或者聽同學分享他們在浸會大學 讀BBA的多姿多彩的生活 可能是更加貼備 可能也會得到更多你想知道的資訊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了三位現任的BBA同學 來分享他們在BU讀BBA的經驗 首先不如你們逐個帶笑自己 好,大家好,我是Vivian 我是Major Marketing 我今年是Final Year 大家好,我是Anson 我Major是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我現在是Final Year 大家好,我是Ivan Major Information System and E-business Management 我也是EF Voice 其實他們都是我們Final Year的學生 為什麼是Final Year的學生 因為他們經驗老道 他們真的參與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好像剛才我說的那個影片裡面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他們都參與了 所以我們邀請來跟他們說一下 分享一下他們參與一下這些活動 有什麼得著 剛才我們在說的 Experiential Learning 有很多事情我們都會鼓勵同學做 首先不如我問一下同學有些做事的經驗 因為我們其實都有職業的 希望同學畢業之後 都不會有一張白紙 都會有一些工作經驗 那不如你們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知道有些同學會在 地區做職業 有些同學甚至去了 我們剛才說的 Metropolitan Attachment Program 去了我們職業 那不如Vivian你先說吧 你做了什麼職業的 其實我第一份職業是在一年一年的時候 那時候還很綠色 那時候就入了政府組 在勞福局裡做 其實那時候的體驗都很印象深刻 因為始終是第一份自己全職的工作 到現在的最後一年 我現在就入了一間NGO 這間NGO就是CareER 它是專門為一些SEAN的同學 做一些HR Hunt 或者是雲工 那其實在裏面都會用到 可能我在課上用到的理論 那到你去到職場上 究竟是怎樣實踐出來呢 那這也是給我一個很具實的畫面 所以其實除了我們學課上學的東西 其實我們可以學義之用 其實你會更理解那些概念 Anson 你好像做了很多的研究 是的 我做了三個研究 有政府 有些大型的機構 也有中型的機構 但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最印象深刻就是 我現在在做的那一間機構 因為我是在HR Department 做的 然後我一進去 發現了裡面 十個有七個都是我建設的狗生 所以其實我是 他們是我師兄師姐 發現原來 建設的Network是這麼強勁 所以他們就會 因為大家可能同一間學校 他們都很疼我 也都是很幫助我 也都是給了很多 譬如未來的導向 或者一些職場的經驗給我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溫暖 所以其實做Internship很重要 就是你得到一些真實的職場經驗 還有有人教你 就是你在學校老師教你 但是教的東西是很不同 將來你找工作的時候 真的都會不會傻傻傻 很多東西都會知道清楚 或者Networking很重要 也認識到很多師兄師姐 你好像不是在香港做Internship 是的 我當時就參加了 Career Center搞的Map 的Program 就去了新加坡做Internship 那我的家公司是一間 Startup的Internship 的公司 其實它是Multinational 它在香港、台灣和新加坡 都有持立的店 那我當時因為 它的員工人數不是很多 我負責的東西都很多 例如每次有Sales的時候 我都要監察一個 Show Room的Operation 事前的人手調動和訓練 而且之後的銷售報告 我都會負責的 那還有每次開會的時候 我都會有參與 那由Business的Planning 到Execution 到最後的檢討工作 我都有份參與 那所以雖然是很忙很多事情做 但是我都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 是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 你在新加坡做Internship 即不在香港做 會不會覺得有些文化差異 或者也學習了一些新的東西 在香港得不到的一些 Experience 首先我覺得那邊的人的工作環境 工作文化是比香港快很多的 是因為其實我本身自己 在E2的時候 都有在Local做過Internship 還有我覺得 第二樣就是語言方面 因為新加坡那邊是用英文 所以我完成了這個Internship之後 我都覺得自己英文到負了很多 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去Internship外國的 去Exchange 就是你逼著你每一天都要講英文 其實大家是Pack up很快 留你都很厲害 所以你見到其實 我們各式各樣 也都有很多Internship opportunity 否則其實個個都不是 只做一個Internship 所以同學其實有很多機會 去Brush up 它的Skills 和Knowledge 和Expose to不同的公司 或者工種 你也有做一些NGO 其實你除了做Internship 之外 你是不是有參與過一些 Start-up 那些Business 那你分享一下 有多有趣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做義工 我喜歡Charity那方面 之前我加入VVA的時候 我經常都會覺得 可能雙科會不會是 只是利益啊利益啊 但其實在過去這三年的program 或者我在學校所見所聞 給我會覺得是 其實商業的利益 和社會的公益 其實不是一個對立面來的 所以就更加推薦到我自己 很想去做一些 對社會好的事 例如可能是社企 或者Start-up 我也和幾個大學的同學 都做了一些 關於扶貧方面的Start-up 現在也是在籌備的階段 但是我覺得更加重要的 就是我自己的個人發展 在這裡可以找到自己的目標 所以其實我剛才也提到過 就是experiential learning 我們有internship 有exchange 也有service learning 我們都很鼓勵同學 可以用他在課堂上 學到的知識去貢獻社會 可能會是做service learning 或者像Vivian那樣 我甚至去做一個籌備 一些Start-up 是幫助到一些弱勢社群 扶貧等等的工作 我們都非常proud 我們同學 對社會有這個責任心和關愛 OK 或者可能我們講一講 另外一件事 剛才你說過你去做 overseas internship 但其實我們有很多同學 就不是去做事 是去讀書的 是一些overseas exchange experience 那你們有沒有分享一下 你們去overseas exchange 去哪裏 做了什麼 有什麼玩笑 讓我們知道 那我暑假就和Vivian 是 他們一起去一間 大學度exchange 我們去了加拿大的 英宿哥倫比亞大學 進行了一個月的summer exchange 那你覺得有什麼 我覺得最印象深刻 就是我們在草地上課 旁邊喝著咖啡 吃著豆乳 這樣上課 真的是另一番體會 對 真的很棒 他們的校園是非常之大 裡面是可以有農場 可以有數不盡的建築 其實我想我去到 完了的program 我都還沒走完整間大學 對 而且我覺得exchange 真的一個做大學生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 還有如果真的要去的一個體驗 因為其實我覺得是 可以讓我坐在這裡感受到 究竟中國的教育 就是香港的教育制度 和一些西方的教育制度有什麼不同 他們的思想 他們上課 其實在加拿大那邊上課 是很注重你的group discussion 和他的practice 但是可能香港就比較受科式為重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同的 可能兩邊都有兩邊的好 但是我覺得可以 可能要試一下才知道 哪一個人去體驗一下 為什麼人家的教育是怎樣 或者他們的生活是怎樣 都是很好的體驗 而且我覺得學校都很鼓勵我們 出去 有不同的exposure 因為其實特別是BBA 我們除了可以申請 學校general scholarship之外 我們自己BBA program 都有for exchange scholarship 都可以申請 所以我這件事是覺得很開心的地方 是 因為起碼知道了旅程的大部分 是 是 因為其實我們 真的很鼓勵同學出外 剛才說的50%出外 其實我們想多些 即是Either去交易 或者像Ivan那樣去新加坡做事 總之出外 就是我們非常鼓勵 當然在學校校園裡面 都會有一些overseas exposure 因為 交易他們又會交易學生回來 但是 但是也都在課堂上面 有很多不同過席的學生一起交流 我覺得都不錯 但是當然是 cannot replace 你真的親自去了外國生活 和同學上課 去learn about 他們的education culture 或者可能我們老師都要去交易 然後學一學他們的教學 或者我們去過草 即我們不會有這麼大的草地 但是我們都有一些小草地 我們可以去草地上課都可以 那我們剛才就說了exchange 又說了internship 又說了一些做義工 service learning 的東西 咦 那不如說一下一些其他的 我們BBA program 一些非常規的一些 outside classroom learning 例如 啊 我們 你們三個都是好像我們的student ambassador 是啊 是啊 因為剛才說的student ambassador 就是關於他們的face of our program 所以上鏡的東西就是他們做的 對了 你們三個都是student ambassador program 那不如你們說一下 你們在這個SA program 所謂SA program裡面的經驗 學會什麼有什麼得著 不如 Igon 你說一下 那我就 E1的時候 就選擇了入學生大事的計劃 那我那時候就 因為想認識多些人去 學會我的社交圈子 那 在這個計劃裡面 我得到很多補充的經驗 因為我們有很多exclusive workshop 還有training等等 例如 MC skills training Table manner 例如 例如 或者一些性格測試的workshop 我們去更加了解 清理自己 那我之後 上了這個MC training skills 之後 我也參加了 我也代表了商學院 在不同的活動做MC 對 那你見到 其實他們要做MC 有很多MC training 又出去見世面 所以其實他們看到他們對答 是非常之非常之好 其實很濃烈 那你們呢 女生呢 在SA裡面有參加過什麼活動 我也是MC 就是比較大的得著 對 還有怎樣在不協場的情況 但又可以臨危不亂 我覺得這個是 除了要訓練之外 都真的要實戰的經驗 對 而我在SA的得著有點不同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 senior entry的同學 所以其實我入了SA 是一年 比較重點 但其實我覺得是 很值得同學去參加 因為可能剛剛升上來大學 那我就會覺得 可能社交方面 你要重新再認識 但很感謝有SA這個大家庭 那進去之後 就認識了一班 志同道學的好朋友 而且在裡面找了一些很好的groupmates 因為一定是有保證的 所以我就覺得 是很開心可以入到這個大家庭 而且可以去 就是一個學生 但是試著身份去做一些school talk 去譬如在這裡 錄一些宣傳的video 我都覺得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 嗯 那其實 你剛才在說你是senior entry的同學 我先插一插開話題 那其實我相信可能現在 在手機或者電腦面前看的同學 有一些可能是現在可能讀 associate degree的同學 那可能進來會是 nonjubic senior year entry 那他們有時候 我都跟他們談開的 就是會覺得 糟了 進來只有兩年 但是又有這麼多活動 然後又有這麼多科會 會不會很麻煩呢 又有影響 又去不了這個 又去不了 exchange 又做不了事情 就是你的look flight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有沒有一些意見 或者一些advice 可以suggest 你的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是有這個concern的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可能 只剩下兩年時間 還要追那麼多 但是我就覺得 有一個要做的就是 要預早一些planning 因為其實我在一收到offer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想 我要怎樣 plan 那我就選擇了在一年時間之內 譬如說我會在senior上做internship 那跟著同時我會在exchange 我會去一個月 那去六月至七月 那我就可以七月至八月去試 去找一些part time intern去做一下 另外我也都會 因為其實business school很好的 那去intern和exchange 都可以trans credit的 那所以呢 我就是不需要擔心自己 譬如說我在這裡做intern 和exchange 都不需要擔心自己的學分會 就是拉得太遠 還有我覺得做好的planning 就很重要 而且其他就會 business school都會很支持你 譬如說credit transfer等等 其實一進來就要plan好 但是當然我們都會盡量 就是盡量可以安排到一些方便 給你們就可以安排到一些方便 就是像剛才說去exchange 有一些同學可能會是 during the semester 整個 semester去那邊讀書的 那如果是senior year entry的同學 那我就覺得 糟了我during the semester 我有其他事情做 做做intern 有這個又那樣 有很多事情做 那可能就會選擇去summer 比較鬆動一點的時間 所以我們有很多options 給同學選擇 那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 activities 例如 你好像有些參加過一些business competition 是 說給我們聽聽是怎樣的 business competition 那我覺得最大學到的東西 就是那個problem solving skills 因為其實可能我們上課 我們聽很多不同topic 不同business topic related的東西 之後我們都要應用 或者可能在一些mindset上的東西 不是說我們吸收完 或者看多些readings就可以學到的 但是這些case competition 真的可以apply到 還有就真的建立了跟其他院校business同學的一些友誼 就是可能到現在我們year one一起打過比賽 可能一齊整個星期拼搏過 大家見到大家交流過 其實到現在都還是friend 出生入死 是 ok 那其實他們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experience 可以share 那帶到時間關係 那不如我們現在wrap up 就是如果at the end ok 可能對現在 可能想apply進來BU的同學仔 那你們每一位 有些什麼建議給他們 apply 想怎樣利用 好好的利用這四年 或者有些什麼 有些tips 給同學仔可以share 給他們知道 我覺得 同學如果是 可能你對business很有興趣 但是你又未決定好 你自己想選哪個screen 不妨你join我們這個program 因為你在year one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foundation course 你可以試 那試完之後 你才去declare你的major 那更加重要的是 你在這裡可以學到很多 outside classroom的東西 是可以對你自己個人發展 或者你對這個社會的看法 都有不同 至於因為我是senior entry 那我也是有經歷過interview 那我就有少許tips 我試想給那位Longjuvus的同學 就是其實interview 最重要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 儀容方面 最重要是乾乾淨淨 還有我覺得 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冷靜 冷靜之餘 你要很有自信去表達自己 就是不要害羞 這件事很重要的 還有我覺得 就是你要想清楚自己想 報什麼的program 那在報之前呢 因為senior entry 是直接選擇了concentration 譬如你想選擇HR 你就直接進去HR 那你在面試之前 你要有少許那方面的知識 那因為他問的題目 都有少許關係 那所以 少許 少許關係 那我就覺得 最重要就是 prepare自己 prepare interview 因為interview 在浸大來說 真的很重要 OK 那我就覺得 大家進入大學之後 就應該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什麼都要試一下 因為其實 無論學校 或者商學院 都會給你很多機會去試 那很多機會 都是在你身邊 那你就要抓緊他 好了 這樣呢 你看到他們大學生活 多麼開心 而且看到我們 HKBUBBA的同學 我們的Product 是多麼高質素 所以呢 希望我們9月 是可以見到你加入 我們的大家庭 好了 拜拜 開玩笑 很快